艾弗利公司总裁查尔斯阴谋终于暴露 永恒清算正式开始 天堂镇被火箭注锐器送上了天空 主角团聚集在爷们窝里 纷纷承认凯文是对的 查尔斯果然包藏祸心 凯伦作为困局政坛多年的老政客 出于职业习惯死活不肯承认错误 辩解说 查尔斯说不定只是想为天堂镇增添一道风景线 正说着 一架客机飞掠过爷们窝上空 又把房顶给掀开了 众人都清楚 大难临头 想要自救却不清楚该怎么做 兰德尔认为 拯救天堂镇的重担 可以托付给凯文 他向凯文道歉说 自己这些年来太执着欲 将儿子变成自己希望的纯爷们 而不肯承认 若鸡娘炮也有自己的价值 凯文一直都渴望获得老爸的认同 此时文言大受感动 父子俩终于和解 霍布森不相信凯文的能力 非豪说 他还年轻 还不想死 至少让他刷完自己的黑袖名单 兰德尔得过名单一抢 希瑞公主动画片里的霍达克 最离谱的事 主角团也都在名单上 子弹发现自己的名单已经被化掉了 可 他不借着自己和霍布森搞祸呀 这就要说起 子弹猛色喝得烂醉是 在厕所墙上发现了一个循环洞 这当然是霍布森布置的补鸟器 老黑认为凯文不靠谷 凯文难得拿出了魄力 认为 要让人们逃离这座城市 首先必须将天堂镇平安降落 他决定和弟弟一起潜入埃弗利公司 救出被关押的抵抗军成员们 其他人的任务是 想办法给天堂镇增加重量 好让他重新落回地球上 蓝道感叹说 要是有100个马洛在 这事易如反掌 马洛说 局长 你的愿望就是我的命令 他在网上联系了世界各地的家族成员 发出家庭聚会邀请 只需要提醒一句 自制乃劳通心粉管购 这些饥饿的胖子不远千里 飞上万米高空赶来赴燕 可不要小瞧吃货的力量呀 马洛向大伙隆重介绍了 他这群来自五湖四海的表亲 其中有和巨石强僧很像的 萨摩亚版马洛 老二强达30公分的瑟瑟马洛 喜欢嗷嗷叫的阿北泽西马洛 只会喊笑的静青产物马洛 皮疼马洛左手一只鸡 有手一只鸭 山马特马洛喜欢给自己打洞 蓝道尔盲说 先等等 你呀的家里人全叫马洛 这不乱了套 马洛说 他是懒人鸡 所以全叫马洛 另一边 德尔伯特提醒罗比去看牙医 罗比说他想取消预约 毕竟这破地方飘在天上 大伙随时都可能完蛋 德尔伯特认为他在找借口 还说罗比的牙烂成乐高积木了 罗比随口一吐 突出一架乐高直升机 里面还有草莓行动小队全员 镜头一转 抵抗军成员都被关押在 埃弗里的深牢大狱里 克拉伯危及中海的死 悲伤不已 终于发现斯特居然住在监狱里 问他 既然待遇这么差 何苦还要给查尔斯卖命 斯特说 没办法 要下饭的嘛 可以查尔斯大光 总比给艾伦大功强 杰瑞把骷髅猛男拆碎了 人出牢房外 展开越狱计划 问题是 猛男发现 他没法把自己拼装回去 镜头一转 马洛家的胖子们 把客厅塞得满满当当 为真多一罐通行粉大打出手 兰德尔说 天堂阵已经下降了3000米 要想回到地球 他们需要更多的马洛 马洛说 那他只能尝试邀请 进进马洛们了 说着转头发现 真人马洛偷偷出现 忙让他赶紧滚 老黑和子蛋没有掺和这事 他们觉得 获救的希望很渺茫 于是在马洛家族 出现前就溜了 回家让儿子 在临死前体验一下 美好生活 老黑想叫儿子吹短笛 子蛋说 这要死了 就别种什么文艺了 直接点一只黄金打飞机 让儿子变成大人 老黑和子蛋的育儿理念 差别极大 所以两人之间冲突不断 老黑带儿子当官鸟者 子蛋缺掉儿子 抽烟喝酒嗑药 两人为此大吵大闹 狗仔忍不住说 既然只剩一天可活 我只想跟爸爸们在一起 做我最喜欢的事 喜泡薄玉 真洗澡谷出现了 老黑落坑后 还和大飞机结了婚 另一边 凯娃混进求职者当中 参加了艾弗莉的招聘会 主管热情欢迎了这批新社储 他们的工作就是在39度的仓库里 每天走130公里 俩月上一回厕所 公司人性化的 都会被打入18层地狱 凯娃入职后 混进监狱救人 哥拉伯一瞧 地中还没事 高兴得赶紧穿上裤子 还傲娇地说 高兴什么的 才没有呢 与此同时 随着马洛的苦苦邀请 竞技马洛们 接二连三降临 马洛继续一一介绍 牛皮嫌马洛 红肿掉皮嫌 和服这马洛 肚子上有一张脸 默骗马洛 罪恶滔天 连体人马洛 俩人一个皮验子 软体马洛 能往杯子里扎 传道马洛 不信进化论 浪荡马洛 战阶把日子混 天堂阵被越压越低 蓝带目测 再来一个马洛 就能落地 马洛为难地说 整个家族 也只剩一个马洛后 这家伙是绝对的 重量级人物 有直升机群 突运上天堂阵 就说这是野生 马洛的正常体积 居然马洛一落下 天堂阵直接 被砸进了地里 将阴草地府砸得稀了 散弹间了都害怕 最向大脑马洛 计算得知 只要大伙一天不吃东西 就能伸上地面 斯巴达马洛文言 一脚将他踹进岩浆池 不吃二子 在马洛家族 可是死亡禁语 减轻重量后 天堂阵冲回到了地面上 市民们纷纷企图逃离 查尔斯健壮 启动了 隐藏在艾弗利产品中的 杀人程序 主角团遭到艾弗利产品的围攻 查尔斯说 只要交出凯娃 其他人都可以活命 凯娃以为 查尔斯嫉妒他这个情敌 不料查尔斯指的是小凯娃 怪叔叔玩偶当场绑架了二娃 查尔斯改口要杀光其他人 主角团和暴走的家电们 展开了一场大战 老黑抢夺 六片式烤面包机 马洛克冰箱玩拳击 与其人负责 兴奋地制着手套 子弹想和他最痛快的 星辰技战斗 奈何天性使然 还没打就假如尾巴跑了 兰德尔发现 这些电器都是AI弗拉德控制的 赶紧求助弗拉德 上一集里弗拉德标传贝坑 失去了克隆身体 所以现在他想借用兰德尔的身体 还让兰德尔去找布里默 重新搞一副半人马身体 交易达成后 弗拉德将艾弗利产品们 设定成为了保修期 气势凶送的电器们 转眼间全部爆炸 子弹正要砸死最后一台吸尘器 见到楚楚可怜的眼神 惊觉 这是台母吸尘器 当成干了起来 罗比回到家里 说他看牙医时 电器忽然暴走把牙医杀了 他便去找布里默 给自己换了马牙和半人马身体 另一边 凯文带着抵抗军和前警员们 杀向艾弗利公司总部 却打不开大门 兰德尔发现他们的克隆体还在 灵机一动 让大伙把意识转移到克隆体内 至于神经椅 斯特提前挖好坑 在室外修建了一整排 诸人转换意识后 发现身体全都配错了 霍布森救了老黑的身体 偷窥叮叮 自己的心里力却装着凯伦的意识 凯文揉着老妈的胸部 嘴上说着抱歉 显出手就没挺过 众人赶紧调整了一下 这一回也是可算转移对了 斯特这时打来视频通话 张凯文等人坐电梯来到楼顶 还告急他们 只按楼顶 其他楼层千万别按 里面藏着各种稀奇古怪的玩意儿 马路一听 马上翻键 按了所有楼层 什么武士军团 外太空 高H版彩虹天堂 什么鬼话还都有 最后众人冲上楼顶 查尔斯正率领着知名CEO邪教团 企图献祭小凯文 夺取他成生不老的能力 凯文冲上去揍查尔斯 查尔斯一个响指召唤来了吉娜 吉娜将凯文一行揍翻在地 不顾凯文的连连哀求 叫他别来坏事 此时八大行星连称一线 有魂清算仪式正式开始 查尔斯正在吞噬小凯文的不死精华 吉娜忽然一脚向他踹翻 原来他是卧底 凯文的屡次骚扰差点害他暴露 吉娜加入的不是FBI 而是草莓行动小队 此时天空传来口号 杀坏蛋 水妹子 草莓行动小队全会儿到场 血战霸道总裁队 打得CEO们满地找牙 最后凯文和吉娜连手打倒了查尔斯 幸福地团聚在一起 吉娜说起他逃离婚礼现场后的事 当时他一心想要远走高飞 去西伯利亚参加徒手生死战 结果撞上了马爹 两人不打不相识 众人正聊的话 查尔斯忽然将小凯文保上了直升机 转眼间就消失在了地平线上 查尔斯是否还回东山再骑 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很可惜 天空阵警局系列已被枉飞腰斩 就像片尾 罗比和德尔伯特强颜欢笑的对话 为什么大结局会流悬念 因为他们在制作的时候 并不知道这是大结局 制作组借罗比之口 说出了一句苦涩的心理话 我们已经死了 再见 然而换个角度下 我们可以把这个结局当成开放式 角色们仍然在他们的世界里 继续推进着故事 从脆灭公园到天堂镇警局 真正七级的故事 因而我们看到了制作组 不死不死的恶搞精神 所以最后忍不住唏嘘一下 总之后面草妮妮还会开新坑 希望观众朋友们继续支持 下期视频我们再见